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的区别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现实主义就是就是这个样子 常常用镜子来形容现实主义 争取完整的把现实描写出来 而浪漫主义的意思就是 我认为的样子 加入了大量的想象力 我明白了 现实主义写月亮 就要尽量完整的描述月亮真实的情况 而浪漫主义就会加入自己的想法 甚至于都可以自己吃一口月亮 所以 李白的诗歌第一棒的地方 就是想象力 让后人根本没有办法模仿 李白笔下的桃花潭水有三千尺 黄河的水可以从天上来 月是白玉盘 它的剑实不能杀一人 它的手可摘星辰 它的笔下马如龙 天门开 齐飞龙 它的杯中美酒饮不尽 腰月对影 成三人 我觉得想象力对于人类特别重要 就像科技发明 也要你先想象 然后思考 怎么实现 所以后人很难模仿李白的诗 原因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同时 李白不仅有想象力 他的很多诗歌 往往不需要铺垫 直接到达高潮 就像唱歌一样 我不仅仅是开头唱高音 我从头到尾 一直都是高音 这太难了 这太需要天赋了 这个世界上 有天赋的人很多 但李白 是既有天赋 又努力的诗人 据说李白仿写 两三千篇古人的作品 一直写到自己满意为之 我知道差距了 我们听到同学的作文写得好 往往就是心里默默的说声好 但李白就会想办法模仿 这就是李白的成功之路 不仅有天赋 更多的是模仿 然后超越 那李白一共写了多少首诗歌 目前传下了一千多首 我们今天就来欣赏一下 诗仙的一些名句 第一句 公元742年 李白41岁 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可以治理天下的大人物 但缺少机会 而这次他得到了唐玄宗的召见 要见皇上了 要飞黄腾达了 小Q 如果是你 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夜 是那种伸出两根手指的夜吗 是啊 照相我也是这个姿势 李白才不夜呢 诗仙写下了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 彭蒿人 仰天哈哈大笑 我能理解 彭蒿人是什么人 感觉和植物有关 难道是植物人 你说的一半对 彭和蒿都是野草 在这里指的是普通的平凡人 李白的意思就是 我怎么能是普通人呢 我要去见皇帝了 后来李白去了长安 有一次 唐玄宗与杨贵妃正在赏花 音乐家李归年领着乐队在唱歌 但唐玄宗不高兴了 每天唱的都是这些歌词 就不能换一换吗 去把李白叫过来给我写点歌词 李归年找到李白的时候 李白已经有点喝醉了 这个时候需要称赞杨贵妃的美 小Q 你会怎么形容 这个我知道 陈鱼落雁碧月修花里的修花 不就是杨贵妃吗 大家都知道的 那还有什么创意 李白看着杨贵妃 写下了 云响一场花响容 意思是 见到天上的云 就能响到杨贵妃的衣服 见到花 就能想到她美丽的容貌 不愧是浪漫主义诗人 太有想象力了 春风拂见路滑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姚台月下逢 李白说 杨贵妃如此天资国色的美女 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 就是摇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的神女 我要是杨贵妃 估计都乐开了花 李白还给朋友写过 孤帆圆影 必空尽 唯见长江 天际流 这个我可知道 黄河楼送孟浩然之广灵 这句妙就妙子 李白舍不得孟浩然 但诗句里 一句都没有写思念不舍这样的字 而是长江中有那么多的船 可我的眼里只有这一艘船 这叫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走了 我站在这呆呆地望着你走的方向 一直看不见你的船只了 我还没有走 好深情啊 看来李白和孟浩然关系很好 李白好朋友特别多 孟浩然 杜甫王昌林 贺之章 高氏等等 都和李白关系不错 但在盛唐时期 有一个大诗人 和李白的关系 却很一般 他是谁呢 我们下集见